六天的庚勤和許惠君是台灣出名的庚勤煙造家和兵信 一直以來都是在台北發展 因為對高雄有很親愛的感情 他是回來六天跟小朋友迎合 希望跟自己所有的都團成後跟自己一樣 跟他迎合的小朋友有機會來學習 由美的聲音是讓人聽到非常臨賣 這是由更欠加許惠君所創作的 原本在台北發展的一 曾經在過新人榜和暢銷榜第一名 還有吉他很多種 因為對高雄的感情 他是回來六天 將於所有的都交給小朋友 我會想要回來入港 是我想把我在都市所學到的 然後我在帶領我們國家的選手 到美國比賽 所有用的那些經驗跟評審的經驗 帶回入港 希望讓入港的小朋友 可以慢慢的接觸音樂 然後跟我一樣能夠對音樂擁有熱忱 那我以前在入港學習的階段的時候 遇到最大的問題其實就是沒有機會 那我覺得如果我們能夠一起 然後創造個機會給這些孩子們 然後讓他們知道 其實除了生活上如果能夠有了音樂 這個元素在裡面會非常的美好 那同時也會讓他們學習 做任何事情都是要堅持 然後要能夠努力 很多事情都是從這些磨練裡面中 困難中所得到的 劉威翁彭表示 很感謝許惠君對地下的貢獻 不然將自己所有的都團結束 各位六港創造出所 對於六港鑑定的作品 他的行為非常大的困難 許惠君老師長期以來在入港 這個文風頂盛的地方熏陶 所以他本身的音樂造詣非常的強 那個人就得過我們一百多座的這個 音樂的這個比賽的一個獎 那他呢 也很有心 本來在外地在發展 想要回來 來做這個所謂的文創 然後也開始在帶動一些小朋友們 讓他們呢 也能夠喜愛音樂 然後呢 開始能從音樂這種 開始在小孩子的心中 開始來這個 變成一個幼苗 然後讓他們慢慢來發展 那 除此之外 他本身呢 又做了有跟陸港有相關的一個曲子 比如說 他剛剛演奏的那個巡禮 就是說他在陸港騎這個腳踏車 非常悠閒的在陸港的街頭上 在這個巡禮 在那個遊玩陸港的一個過程中 所抒發出來的 那你看他的作品 非常多都是在他生活點點滴滴裡面 去找出來說他這種靈感 做出來的音樂 可以說非常的生活化 我們也要問說看到有更多的年輕人 大家在共同回來的地方 共同為我們的地方 來做他的專業的部分 這個奉獻 只要頂嘴在陸港的世界 在他感覺很快樂 許惠君也將的努力在更勤的創作 要讓更多的鄉親 也聽到他所演奏出來 讓人感動的勤聲 新中華新聞創中青 六港 蔡宏波德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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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